那个梦里面呢 她是五岁 在那梦里面呢 那么她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女性 梦里面很看得清楚 她长得很漂亮 然后呢 长头发就跟她挥手 跟她挥手 那她心里想说 因为她在做梦嘛 所以呢 她就想说 她跟我挥手是要叫我过去吗 好 她就过去 然后每过去一段时间 这女的就往前走 回头再跟她挥手 她就在梦里面走路 你知道吗 这女的在前面走 然后她在后面跟 那么一直跟跟跟 跟到了一个像套屏厨那种 像别墅老旧的 别墅的那种 因为在基隆 有很多这样的建筑物 就老旧那种套屏那种建筑物 然后那女的就站在这个门口 然后跟她挥手 这样一直跟她挥手 然后他们就去查 她的上一手屋主 上一手屋主说 听原屋主 还要更前面的屋主说 下面好像有一个地下室 但是因为都没在用 所以怕危险人掉下去 就把他轰起来 把他轰起来 来了 既然这样 那回去跟香月报告 香月说 敲 直接敲 敲破 没关系 敲破补的钱 跟屋主 现在的屋主讲 我们赔 我们再把它恢复就好了 没有办法恢复就好了 所以就 听土工 听一台有的没的 然后敲 然后就真的 砰砰砰敲了以后 敲了一个大概 相当于我们一般地下室 要进出的 那个买衣可以放下去 那个宽度 把他敲出来以后 就下去 因为没有电嘛 所以用手电筒 先好大的就有两个 然后就开始寻 刺激 各位 我为什么说似曾相似 下面地下室其实 灰尘什么东西这样 角落放了一个 大的塑胶筒 他就送到那个宗孝东路 那个宗孝医院 还没到医院的时候 他就回报了 欧卡 死亡 死亡之后 他那个女朋友 吓到都不会说话 但是还是要帮他做笔录 因为有可能怀疑这个 我们要怀疑是他有吸毒 还是被推的 还是有被 围侵一下 下药 被他女朋友 下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当时通报 士林地方法院警察署 带了一个 刑法医 他们两个 那我是要先拍现场的照片 现场的照片 已经 那个汽车旅馆 他有防号 防号 1012号 因为防号是1012号 我就 防号拍一张 那他地上我就拍一张 那房间拍一张 我就拍了四张照片 然后就赶快开车赶回去 警察局要赶快贴 那个照相 要赶快送去 请示警察官 后来拍立德是 才会亮出照片来 我的组长他说 任何 你这张照片不行 里面我们现场不能有人在 好 那我回去补拍 就那个二楼的房间 那个床是圆的 圆的床 就有一个穿蓝色的裙子 白色的衬衫那个妈妈桑 打扫我的房屋妈妈桑 我就去 我就跟那个妈妈桑讲 我看来习生你不要站起来 我走到那里习生他了 我说 啊 没什么 我怎么穿这种衬衫 没有 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其实比较盛行的是这个 用这个 会调一个频率 是他的频率 没办法调 他就是一直扫 一直扫 一直扫嘛 一直扫嘛 那你现场 他问他伤势办得满不满意 他觉得说好 满意 然后头很痛 甚至还有一句说 我就在你旁边 这是家属也有听到 你这个 家属也有听到 你这个仪器会扫出 他说我头很痛 他会 他说头很痛 三个字 头很痛 声会 声音会出来 会出来 是喔 所以你现场是有烧香 还是要干嘛 怎么样呼请他来 我当天没有带香 所以我就点烟 我想说以烟带香 就有这个习俗 是 那我其实我为了 想要收收集 收他这个讲话的声音 我特地 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 把门关起来 然后灯全部打按 我就点烟 我说就是想要 更贴近往生者 现场我们那天直播 大概好几千人看到 他那个烟头 对 你就会看 真的是有人在抽 一下长 一下不动 一下长 一下不动 现场很多人看到 对 哎呦 真的 我们看一下你 你现场的 有一些影片 对不对 在命宫或福德宫的人 通常他们小时候 一定都做过很多奇怪的梦 然后呢 他们很容易 比别人容易去想说 为什么我在这 为什么我要活着 所以联真心在命宫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跟这个灵界的缘分 非常的神 请不吝点 对